這幾天的AI股 其實都有出現比較明顯的漲勢 但讓我感覺比較可惜的是 多數的投資人會開始著眼於 他可能會解套 所以繼續選擇等待 等待解套的那一天 而忽視了其他機會 可是其實除了等待 你會有更好的方法 而且是賺進更多支漲停板的方法 答案就在今天節目當中 一定要看到最後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裕凱 相信大家已經看到今天我們的 你說威盛也好 身家電子也好 愛普也好 通通都繼續噴出 繼續創新高 我要跟你分享的 不是炫耀我有多強 而是你也可以 好不好是你也可以 這才有意思嘛 對吧 那同樣我們先從台股看起 來各位 第四季會有行情這件事情 我講過非常多次 第四季會有行情這件事 我講過非常多次 第一件 然後第一點 明年有總統大選 四年才一次 對吧 總統大選嘛 這幾天其實很多的 投信 關股 受險基金 他怎麼互盤的 金管會主委 兩個禮拜出來 講話喊話喊了三次 這個都不用我多說 這個你都看得到 那第二件事情呢 各位 第四季是旺季吧 旺季沒有問題吧 所以各位 每年第四季 它的上漲機率 可以到達百分之九十 可以到達百分之九十 這不是沒有原因的嘛 各位 除了這個2018年 有打這個中美貿易戰之外 川普打貿易戰嘛 除此之外呢 第四季上漲機率是百分之百 對吧 這個機率不是我說的喔 這是歷史經驗喔 各位 這個叫做是歷史經驗喔 平均的漲點 有來到五百三十八點喔 第三點 如果說 只是一般的旺季 那你有可能會旺季 對吧 你旺季是旺季的 可是今年呢 今年算是從谷底回升 跟往年特別不一樣 往年可以說 前三季行在高峰 有沒有可能第四季往下走 沒有 今年不一樣喔 今年是從谷底回升 第四季準備要從谷底翻揚上來 很多數據 包含各位 景氣燈號 對吧 連時藍終結了 現在開始轉黃藍燈了 開始底部起漲了 還有呢 出口也是啊 各位 我們台灣不就出口導向嗎 那終結連十二黑的出口 終於往上做翻紅了啊 這不就是一個 漸入加進的過程嗎 其實這些都更能夠去增加 這一個季度的勝算 尤其禮拜三我才講喔 月線連三黑 隔月必長紅 這句話我講完之後呢 還有這個網友來嗆我嘛 來 各位 網友那時候講說 九月說十月會漲機率很高 說十月跌十一月更會漲 可以預測啦 十月如果跌你一定說 十二月百分之百漲啦 當然我還是很理性的回答他 我說這是統計數據嘛 我提供給大家嘛 你可以參考 愛參考不參考隨便你嘛 對吧 然後那嗆沒關係 我們絕對都接受指教 結果咧 各位 昨天台股漲多少 昨天台股一漲 漲個358點 各位 十月跌了一整個月 也才跌352點 昨天一天 收復整個十月下跌的點數 一天而已 今天再漲110點 有沒有開始相信啊 有沒有開始相信啊 當然你說這個 不能講導火線 這個 旗漲的關鍵人物爆了 聯總會主席爆了 他的態度很直接的決定 整個第四季的走向 那這更有趣 這更有趣 市場永遠是跟風的 永遠是跟風的 我講真的啦 好不好 你自己去看 現在各大財經媒體 各大的分析師節目 反正現在都有YouTube頻道嘛 你都可以去回溯嘛 來 利率決議之前 禮拜四的之前 禮拜四清晨2點半公布的嘛 利率決議之前 有幾個分析師願意討論這件事情 願意討論鮑爾 願意討論利率決議 我每天看那個什麼 盤中財經新聞嘛 東升非凡那些連線非議師 其實都興趣缺缺耶 反正這個 升息嘛 鮑爾嘛 老掉牙的問題嘛 對不對 那我在堅持什麼 我在堅持什麼 我不只自己節目講喔 各位 我自己節目你是看得到的嘛 對不對 我自己節目也跟你講 市場預期聯準會的態度 這我自己的節目喔 然後呢 我這個禮拜 禮拜一 禮拜三 我連續兩天上股市福利社 連續提醒你 有沒有 聯準會 這是我大主題啊 然後我來告訴你喔 重點在哪裡 重點在鮑爾的說法 到底他是說升息就到這 台股也就會噴 還是比較中性一點 還是再負面一點點 各位 這是禮拜一 來看一下 10月30號 禮拜三呢 先看 11月1號嘛 對吧 各位禮拜三 一樣 一樣的主題 重點在於鮑爾的態度 他說什麼啊 他講什麼啊 因為不升息 是全天下都知道的事情 重點是他對未來的展望 他有沒有明確的講說 升息就到這 台股當然就噴了嘛 連續提醒你 可是我就堅持 這個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即便福利社的製作人 一定要 我說說你一定要讓我講 不然我不上了 雖然說連續兩天 題目有點重複有點無聊 可是呢 因為非常重要 你一定要讓我講 各位你自己去看 好不好 福利社 瘋狂股市福利社這個節目呢 網路 現在應該是網路最大的財經節目 成立應該也三年了啦 應該三年三年多了 他的議題呢 基本上不太重複的 可是我在三天之內 上兩次一樣的節目 重點是議題完全一模一樣 你看一下 對不對 11月1號 然後呢 11月30號 這個圖你們覺得似曾相似 他就長一樣 他就長一樣 連圖都一樣 所以這是前所未見的 甚至媒體的標題有錯 來我就講啦 各位 這是哪一個財經日報 對不對 哪一個財經日報 說什麼市場估12月可能會升息 根本是BS 對不對 我怕誤導到你們 我還可以花時間在我的節目上 這是我的節目嘛 公然糾正這件事情 我公然挑戰財經媒體 如果我沒有實力 我沒有一點guts 我沒有對盤勢的把握度 我敢這樣幹嗎 有趣的地方就在這裡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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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率決議之前呢 應該講 不是利率決議之前 應該講說 台股拉出這根長紅棒之前 好不好 沒有人認為 聯準會利率決議 沒有人認為 鮑爾談話這件事情很重要 只有我 只有我 結果昨天台股大漲一個358點 漲完之後呢 各位 全天下都當作說 這是一個最重要的新聞 今天財經兩大報 你看頭版也好 你看第二版也行 全部給你鋪天蓋地的 就在講這些東西 對不對 經濟日報頭版頭條 鮑爾放割效應 吹動外資轉買 暴富反彈來了 頭版頭條喔 第二版呢 聯準會暗示升息完成 市場暗戰 然後呢 什麼時候用這麼大的版面 去講鮑爾談話重點 對吧 然後又跟你講說 分析師開始押囉 明年六月降息喔 美國公債賣 要走向尾聲喔 這不都是我節目講的嗎 這哪個不是我節目講過的東西 對不對 各位 工商也是一樣啦 對不對 頭版頭條 漲千點再望 見值萬七了啦 來一樣 鮑爾記者會還得重點掃描 什麼時候鮑爾記者會 他給你做重點掃描 放在頭版頭條 好 一個工商一個經濟 都是如此 更好笑的是什麼 昨天一堆分析師去蹭熱度 彷彿他老早就預告 聯準會動向一樣 有趣 真的是有趣 你自己想想看 你是要這種 馬後炮 蹭熱度的分析師 還是走在時代尖端 走在全市場 所有主流媒體之前的分析師 我們這個叫先行者的分析師 好好思考這個問題 等等就來研究 怎麼賺錢 休息一下 每次我講這個 魔鬼終結者這部電影 有些年輕人都不知道 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回憶 T800阿諾斯瓦辛格 I will be back 對吧 每當我看到2388的威勝 我腦子裡浮出第一印象 就是魔鬼終結者 開槍死不了 車撞撞不死 火燒也燒不死 他就死不了 他就是能夠 撐在這邊 一再一再的噴出去給你看 今天各位 威勝是亮燈漲停 而且是鎖到收盤的 他上光速度很快喔 各位你看一下喔 有沒有 澡盤震盪一下呢 第二波鎖上去 11點以前鎖上去之後呢 就鎖到底了 我們稍微再放大一下 有沒有 澡盤可以震盪一下 可是呢 11點之前就鎖到底了 沒錯吧 就一架到底了 這威勝的部分喔 好 為什麼知道速度這麼快呢 因為早上呢 我在發公賀簡訊 都有一點這個 不知所措 早上9點41分 當時已經衝很快了 7%多了 我說公賀威勝繼續大漲 再飆近8% 這一次只要量價不失控 非常有機會創新高 直接走出全新格局 說實時那10塊 各位 十幾分鐘後 狂喝啊 威勝亮燈漲停板 亮燈漲停板 其實我真的覺得威勝很厲害 因為今天一大堆人 把威勝賣在143144 來 各位你看一下 今天收盤價 你們想 今天收盤價145嘛 賣143144 不是也不錯嗎 真的不錯嗎 聽我講完來 你來聽聽看 是不是真的不錯 來 各位 什麼叫做洗籌碼 什麼叫做洗籌碼 在兩個禮拜之前 兩個禮拜之前 主力先讓你體驗到這一根 這一根長黑黑 所以你到今天盤中 漲停很開心 對吧 到今天盤中 你看到他漲停 碰到漲停很開心 一波到底先衝漲停很開心 可是漲停打開怎麼辦 不對 不太對勁 又漲停 又打開 不對勁 萬一跟10月18號一樣怎麼辦 對不對 你這時候就想嘛 萬一 你遇到的是這一隻黑黑 怎麼辦 打開之後 砰殺下來怎麼辦 所以你會先賣一趟 你會先賣再說 到最後呢 今天一堆人 全部都賣在這個位置 賣的還可以啦 賣今天相對高點啦 143144 可是這時候厲害的主力會怎麼樣 他會怎麼幹 你為了他會怎麼幹 你看這個量就知道啦 很多人都跑在這個時候啦 他會怎麼幹 很簡單 你下車了 直接一跟直接給你鎖漲停 漲停鎖起來鎖到底 然後下禮拜再跟 讓你跟都跟不上 讓你跟都跟不上 各位 昨天我有特別提醒你喔 我跟你講喔 我說現在時間已經來到第四季囉 差不多囉 差不多囉 雪紅阿姨是很厲害的喔 是不是有可能集團要開始做仗了 所以你要當心這一次啊 你如果在這邊一賣 會跟瑞凡一樣啊 犀利人妻的瑞凡嗎 這也是老梗好不好 安征跟瑞凡一樣回不去囉 我應該講回不來囉 有可能你這邊一賣 他來不了你當初想進場的位子囉 所以這邊我特別為你帶來一首歌曲 好 今天我們唱什麼 我不是一定要你回來 只是當有漲停板打開 回頭才發現你不在 留下我賺的舊嗨嗨 好不好 我們先國台語雙拼啦 好不好 漲停板打開的時候 我一回頭發現你被洗出去了啦 只剩下我賺的笑嗨嗨 舊嗨嗨 我不知道諷刺你 可是我希望你要記得 我們抓關鍵價位的時候有一個口訣 既然下不去就是要上去 既然下不去就是要上去 所以各位 你買在這樣的位置 橫盤整理的位置 你是要擔心什麼 橫盤整理的位置你是要擔心什麼 它就在這邊整理而已啊 創高拉回也就是回到整理區間而已啊 哪怕它真的跌破了 你直接砍掉損失也非常有限啊 所以這是我一直以來所講的 你能不能看得懂盤式 兵無常識水無常行嘛 你要因敵支變化而取勝 對不對 不同時機不同行情 我會有不同做法 不同時機不同行情 我會有不同的做法 10月下旬開始 台股是震盪行情 我就不會叫你去追高 所以我一直強調 你要買在最安全的位置 你要買在最關鍵的價位 你才能夠做到進可攻退可守 不就是如此嗎 來各位 像力旺 力旺的話其實大趨勢 你可以看我昨天的節目 我們是用周線的角度來看 我告訴你行情還沒結束 可是老早在更早先之前 一個月前兩個月前 我有沒有教過你 力旺買點怎麼抓 就是這樣抓嘛 有沒有 10月初就教你了啦 好不好畫一條線 不就這樣抓 不就這樣抓 來各位 你現在看看 又過了一個月過去 這條線有變嗎 這條線有變嗎 怎麼這麼湊巧 怎麼這麼湊巧 點到關鍵價位之後 馬上彈上去 下不去了啦 馬上彈上來 各位 你看一下喔 這短短兩天 點到彈上來 短短兩天 也可以漲快兩百塊啊 漲快兩百塊啊 不是也是一隻漲停板嗎 所以我一直把他強調 LINE跟我們的YouTube頻道 你一定要加入 LINE在這個地方 我的YouTube頻道 你直接去搜尋 我的名字 林玉凱分析師 LINE跟YouTube一定要加入 我們節目 不叫做什麼炫耀型的節目 每天漲停漲停 創新高 沒有 我跟你講 我們是教學型節目 我是教你抓買點 我要教你賺漲停 這才叫有含金量的節目嘛 來 再看一檔 身家 記得噴 對吧 師姐大漲創新高 挑戰五百塊了嘛 對吧 天天創新高啊 昨天也是啊 昨天漲停創新高 今天繼續創新高啊 來 各位 以下來我講幾個日期 歡迎你加入我的頻道 這個林玉凱分析師之後 你去回顧 你去一天天看我節目 來 日期記起來 10月16號我說 身家電子回測景限 和400元整數關卡 你的機會來了 再隔天 10月17號 我說身家電子回測 關鍵價位和整數關卡 400塊 這是可遇不可求 10月18號我說 身家電子打底打了一年 起漲之後呢 100多塊第一個漲上來 挑戰400塊 可是上半年挑戰三次失敗 9月挑戰三次也失敗 10月成功了 所以到10月18號 我們講這句話 講這個論點的當天 他撐了四天都沒有跌破 這個叫做測試的痕跡 支撐他成立了 400塊支撐成立了 10月19號 第四天囉 我再次重申 身家電子的操作 就叫做防禦型手法 進可攻 退可守 快1000塊跌到186塊 反彈第一個壓力區就是400 因為400是什麼 來 這邊再帶你看一次 為什麼第一個反彈壓力區在400塊 你看186彈上來 彈到這邊400 漲不上去嘛 為什麼 因為400塊 是2020年這個地方 的3月份的最低點 疫情殺盤的最低點 所以當998 再往下殺的這一段 到去年3月 他又殺到400多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這邊會停滯一下 有沒有 在這個位置他會停滯一下 市場會根據他的過去判斷 這對身家電子可能有止跌效果 可能啦 Maybe啦 來 可是 當400塊守不住之後呢 當這位置守不住之後呢 那就兵敗如山倒嘛 腰斬再腰斬嘛 就186了 400守不住就186了 可是 當這邊整理的時間夠長 這邊好幾個月了啦 十幾個月了啦 再加上今年的三四月 有沒有看到 今年的三四月其實呢 量能是有出來的 三四月的成交量已經足以加 這些成年的套勞麥亞通通消化完畢 原本被視為關鍵壓力的400塊 突破之後就會變成關鍵支撐 19號我就是這樣講的 以上我所講 16號 17號 18號 19號 10月16到10月19 這四天歡迎你驗證 哪個部分我在那邊加油添出 我這邊無中生有的 你來檢舉我 我節目即刻解散 我用了整整四天解析同一檔股票 更明確的講 我是在 要教學關鍵價位的原理這件事情 我用了四天教你 什麼叫做關鍵價位的原理 當你掌握關鍵價位 其實很簡單 你會發現 你一旦掌握這件事情 你掌握了獲利密碼 掌握關鍵價位 你就掌握了獲利密碼了 不是嗎 獲利密碼不就是這樣嗎 來今天11點44分 月限找買點噴出新高度 今天身家電子繼續大漲創新高 400出頭買 不就是400出頭買嗎 現在已經直幣500塊 獲利超過兩支漲停板 掌握關鍵價位 不就掌握了獲利密碼嗎 那即便我們有時候節目時間有限 我沒有辦法每檔股票都教你 可是只要你加入我的 我的這個YouTube頻道 林玉海分析師 你有時候在我下方留言板詢問 來就像10月25號有人問說 哎呀聯發科是不是算低位階 各位 我告訴你啊 明確支撐800塊 嚴簡易該吧 嚴簡易該吧 來各位 創高拉回 800守住 800守住噴 一支漲停板就這樣賺 來昨天的訊息來不及放 昨天的12點鐘 800就是鐵支撐 800買創新高 兩波進場獲利兩成 不就這麼回事嗎 來還有什麼 艾普 艾普是10月27號有人來問的 請問凱哥 艾普會繼續跌嗎 我說看至限止跌啦 看季限止跌啦 昨天我說的好不好 我們底線是捍衛會員權益 所以買點賣點我不能明講 我不能教你幾塊錢買幾塊錢賣 好不好 就跟聯發科一樣 可是我可以暗示你 我暗示你看你匯根夠不夠 看你匯根夠不夠 季限 季限 看你匯根夠不夠高 然後買賣點的掌握度夠不夠敏銳 如果你在我團隊之內 那當然恭喜你 今天中午12點07分 掌握關鍵價位 就是掌握獲利密碼 季限鍵買點 達到季限 果然馬上談 昨天先攻掌零 今天再繼續大漲 再創新高 好 那股王間AI領頭羊 四星 今天一樣 也是續創 這個算頗爛新高 小小的創高 可是我昨天講過 不是每檔AI股都好 我昨天要特別點名 技嘉 對我特別點名技嘉 我跟你講說 哇法說會的結果這麼正面 可是昨天 來各位 他昨天是這一支 有一點烙虧 他昨天漲幅還輸廣達 輸偽創 這表示什麼 這種黑K 表示你的法說雖然很好 但市場認為你不夠好 今天不是馬上跌回來嗎 不是馬上跌回來嗎 可是 反而原本不是那麼主流的AI股 來 像我跟你講 網通龍頭 智邦 這也是全球白牌交換器的龍頭嘛 數字就不錯 數快要創新高了 晶圓鑽石刀的呢 中砂 我今天漲半根 真的啊 我給他的形容就是什麼 不漲停漲不停 不是嗎 來 今天中午12點03分 中砂不漲停 漲不停的代表 不就是這樣子嗎 還有誰 亞翔 昨天我才講 我才講說 盤勢沒什麼問題的話 今天就要創新高了 準備要創新高了 今天不就創新高給你看 138.5 漲幅沒有很大 可是他就創新高了嘛 他就創新高了嘛 對 來 華新光今天也是創新高的 我講過 在CPO或西光子這個族群 你要去挑籌碼 與其你去挑波羅威 不如挑華新光 9月的時候我這樣講的時候 我記得很多技術派網友來跟我講說 怎麼看 波羅威都比華新光漂亮 來 看到9月為止是這個樣子嘛 看到9月的華新光是這個樣子嘛 當時是這樣的 可是那就是放錯重點 這兩檔股票的重點是籌碼 而不是技術面 現在你信了吧 你信了吧 來 5258 紅寶今天續創新高 來 我們也來看一下 10點50分 昨天照例 昨天是照例噴出 今天換了紅寶噴出 這兩檔我們目標都抓在 這樣子的好兄弟 輪番創新高 特別紅寶我們是越跌越買 前後買4次 這個節目上都剛才講過很多次了 今天再創高點 以均價來看 每比獲利超過3成 4比合計130% 130%了 今天資金當然持續是往電子股走 可是我們已經賺 兩支漲停的升華科 今天表現也不差 特別是基亞 基亞繼續噴 他真的算生氣最強 低位階就是獲利的保護傘 沒有錯吧 敏感度高一點 你可以買在這一根 對吧 起漲第一根 這樣第一根你就可以抓了 再後知後覺一點的 你應該買在這一根 最差最差這一根 你怎麼樣要賺個三支漲停 都不難 都不難 其實雖然大漲了兩天 現在台股也才16500點左右 說真的 說高沒有說很高 說高沒有說很高 重點是現在 我不會叫你去操作那種風險很高 拼命追高創新高這種標的 不需要 我們就做好一件事情就好了 我們就做好一件事情 掌握關鍵價位 等於掌握獲利密碼 我們就做好這件事情 就像賺 威盛那樣子 就像賺 艾浦那樣子 各位 我們不就是做好一件事情 掌握關鍵價位 掌握掌停板 掌握關鍵價位 掌握昨天掌停板 今天創新高 掌握關鍵價位 昨天掌停板 今天創新高 不就是這樣子嗎 買的當下 好吧 位階夠低 沒壓力 賺得更開心 如果你認同 這件事情 不要只是看 好不好 看我300次 你不如跟我賺一次 不如跟我賺一次 好不好 下個禮拜 直接跟著我進場 你可以透過等一下廣告轉型 0800直接撥打電話進來 或者先加入我的LINE AtWin1688 小老鼠 WLN1688 加入之後 任何問題 入會問題 相關問題 我都歡迎做詢問 詢問完畢之後 看我300次 下個禮拜 直接跟我賺一次 我們下周見 拜拜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至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同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下周見 不及賺到 下周見 回答 我們下周見 請下周見 下周見 請下周見 請請下周見 對 下周見 請下周見 請請請